加拿大總理杜魯道二十六號表示 將會對中國進口的電動車 徵收百分百關稅 而且還將對中國進口的鋼鐵核率 徵收百分之二十五的關稅 這是繼美國和歐盟之後 再有國家對中國電動車 徵收類似的關稅 就在美國國安會顧問蘇利文 訪問加拿大 並與總理杜魯道會面後 加拿大宣布 將對中國製造的電動車 徵收百分之百關稅 加拿大對中國電動車 課徵的稅率與美國一致 預計十月一號生效 電動車大廠特斯拉的股價 在消息公布後下跌百分之三 加拿大政府面臨國內生產商壓力 業界呼籲對中國進口產品徵收更高稅率 以保護本地人就業 相較於美加課徵重稅 歐盟態度明顯軟化 上週推出的稅率 僅對中國生產的特斯拉徵收百分之九 其他品牌徵稅從百分之十七 到最高百分之三十六點三 根據國際能源數數據 目前全球銷售的電動車有近百分之六十 為中國製造 路透社報導指出 美國業界也正尋求緩解拜登政府大幅提高 中國進口商品關稅的計畫 原定八月一號生效的新關稅 被延遲到九月 預計八月底會做出最後決定 這也將是賀錦麗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之後 白宮做出的第一個重大貿易決定 公司新聞最尾人編譯